那我們先請工作人員準備一下 我們等一下那個簽書會要用的桌椅 那也來問一下立揚 韓風之中 妳穿的很少 妳不怕冷嗎 喔我很怕冷 妳很怕冷 但剛剛跳舞 跟這邊大家很熱情 所以 OK啦 為了粉絲 也要露出自己最美麗的一面 所以韓風無所謂 是不是 對 那再講一下 這首歌這麼好聽的歌 是妳自己創作的嗎 對這首歌呢 是我跟子彥一起共同創作詞 然後我跟上榮一起創作詞 詞曲這樣 這是創作過程當中 遇到什麼樣的困難什麼感想 嗯 我覺得比較像是寫歌的情境耶 因為其實一開始寫的時候 子彥是一個很 比較 嗯 女生比較有自信 比較有魅力的感覺去寫 但是最後這首歌呢 變成比較淺 就是因為它是 女生比較害羞的感覺 所以其實它呈現的風格 有一點不一樣 但我覺得 這就是寫歌 就是可以一直換吧 就是換不同的場景 跟換不同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 滿好玩的 欸那我 裡面是沒有這個問題 但我自己有點好奇啦 你們在寫歌的過程當中 是有放進自己 談戀愛的經驗嗎 還是你還沒有談過戀愛 可以問嗎 可以問嗎 會不會等一下被公司打 沒有啊 就是 或是你只要看那些韓劇有沒有 沒有啦 靈感從何而來啊 我覺得生活當中啊 我覺得不管是自己 或是身邊朋友 也都是一個靈感來源 也都是一個靈感來源 或是看 我很喜歡看RomCom 就是Romantic Comedy 有戀愛 戀愛 笑話片 戀愛是什麼 戀愛 愛情喜劇片 對對對 愛情喜劇片 我超級愛看那種 所以我覺得 應該不太算太難嗎 而且子彥又很會想 就是我從這首歌裡面 我有聽出那種純純少女 對愛情的那種感覺啦 真的是只有你們這個年齡 才能夠寫出這樣的心境 就是聽了覺得 我真心覺得 我有點回到學生時期 那種談戀愛 純純的愛的感覺 就是Love me right now 就很單純就是 愛我腳沒有想太多對不對 就是一個無憂無慮的歌 是 很棒的一首歌 那現在呢 我們分享完了 是不是也請我們其他的精靈 可以一起出來 來開始我們正式的簽書會 純純也請我們的立安就座